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晚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会知道了吧 易姑娘 易姑娘 我知道你吃不惯我们羽族的食物 你看 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来 给你 谢谢 烧饼 这个不是你们封烟肚的吧 嗯 那 你从外面买回来的 这么说 白女荒撤军了 对啊 太好了 来 封天忆啊 封天忆 你怎么又在骗我 昨晚你那般折磨我 多半是为了不让我知道你和人族交涉之事 为什么你对我好 却总不让我知道呢 易姑娘 易姑娘 嗯 你怎么了 嗯 没事 那我先去谢谢封天忆 然后我就可以找我爹去了 可是你父亲呢 谁让你进来的 主上 我是来给易姑娘送烧饼的 来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上 哎 封天忆 你别这样 我是想谢谢你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自作多情的贱女人 传我的命令 从今天开始谁也不准靠近这些屋子 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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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说的我统统都知道 但是你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主下知错 我像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去 把丛林他们叫回来 我们还有一程硬仗要打 我 你看得清清楚楚 一幅灵没有出来 那消息传出去了吗 双城上下 已经无人布置 你要斩杀一千集 奸长官 还是太子殿下 封天忆 你果然有些手段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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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都是我的错 我 我再也不敢了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我现在再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凭陛下吩咐 帮我做一种能够折磨人的机关 要让这个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 又不想干了 不是 我只是好奇 是谁这么大胆得罪了陛下 封天忆 你放我出去 你怎么回事啊 陛下 封天忆 陛下 不行啊 请您宽恕灵姐姐 玉环真 这个臭丫头已经被我关在封烟肚 神心老子都救不了 我是看你不是故意弄坏花神培 谁才给你这个机会 你要是再生一心的话 封天忆 封天忆 你放我出去 你怎么回事啊 封天忆 封天忆 我说易姑娘 你就别白费力气了 我们主上可是吃软不吃硬的 我看她平时带你也不错呀 你要是肯求饶的话 或许还有点希望 你这样硬顶着啊 真的对你没半点好处 你放我出去 你跟她说这么多干吗 她要是能明白 根本就不会被关在这里 你干吗去啊 守了一天了 我也累了 出去走走呗 反正她也没本事跑 说得到底是 等等我 凌姐姐 还真 你怎么会来呀 快跟我走 雨还真 你怎么会在这儿 两位师兄 快来人哪 我又改进了流光飞环 现在威力更大了 快跟我走吧 义父令你个傻丫头 我费尽心机让你藏在清风园 你可千万不能上白雪的当 还真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你发现了枫烟堵的密道 这不是我发现的 是枫天忆带我来的 从星辰阁离开之后 一直是枫天忆 在资助我的研究 什么 可是 你在写给我的信里 没有说过这件事啊 信 什么信啊 我没有给你写过信啊 不说了 逃命要紧 枫天忆这回是拼了命 要置你于死地 一会儿出了枫烟堵 我就送你离开 走 走 走 陛下 我求求你 请你放过凌姐姐 我愿意一生一世 为你做牛做马 不是不愿意 做我的一条狗吗 什么时候转的性子 带走 凌姐姐 傅天忆 凌姐姐 放开我 我若是真的放过你们的话 你们还逃得到这儿吗 跟我来 我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给你 你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 这句话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斩杀易伯父的消息满城都是 我很害怕凌儿会耐不住性子 鲁莽行事 你以为我是你吗 连一个小丫头骗子都看不住 白雪的手段 看来也不过如此 只要凌儿不知心 遗弃就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现在就剩最后一步了 让易伯父在法场脱离之骨 但是我希望你还是小心谨慎 母皇生性多疑 难免不会声东击西 趁机攻上封烟度 那你大可不必担心 我早就秘密安排那个丫头 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只要一救出一千鸡 我马上送他们两个远走高飞 封天一 我真的看不透你 有什么可看不透的 你要是觉得我居心叵测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如果你认为自己 还有其他选择的话 我只是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怕什么 现在承担危险的 全在我们羽族这边 你是人族的太子 就算这次失败了 白雪能拿你怎么样 我怕的根本不是这些 我只是害怕 从此以后我会失去灵儿 总算说出实话了 你有没有想过 你拒绝娶她的那天 你就已经失去她了 至于我 你不必杞人忧天 她现在已经恨透了我 你唯一要记得的 就是三天之后 怎么跟我里应外合 主上 都准备好了 主上 我不要跟我支支吾吾的 您如此煞费苦心地 为了易福灵 她能知道 能令情吗 我做任何事 不需要别人知道 也不需要谁令情 出发 少主 少主 白岳军团已经整装待命 待您一声号令 便能征战法场 好 我们出发 来 参见羽皇陛下 做得很好 可是殿下她呢 她已经帮易福灵逃过一次了 我怎么会再相信她 好好照顾她 如果白岳军团 有一个人出现在法场 结果你知道的 是 是 参见羽皇陛下 怎么样了 回禀陛下 这里四周都有重兵把守 唯一的缺口 就是西边的春宁河 王已经布下 了 就看鱼儿 什么时候上钩了 钩的 冯天一 你别怪我 是你欺负灵姐姐在线 我今天就送她走 不就是杀一个人吗 怎么这么大阵仗 可不 还是白女皇亲自奸斩 这阵仗可真够大 这位大哥 你们刚才说 奸斩 奸斩谁啊 这城里都传遍了 你还不知道啊 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一 一千姬 对 一千姬 你们几个听好了 到时候 你们带着一姑娘和她爹 走后山的小路 沈氏 我爹 封天一到底要干什么 不管了 先出去再说 马背上的干粮 足够你们吃上十天半个月的 知道了 知道了 疼死我了 怎么了 一姑娘 我肚子疼 你这招数 未免也太拙劣了吧 什么招数 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我是真的肚子疼 你还是去看看她吧 有人就是麻烦 不许过来 不然我就杀了她 把剑收起来都下去 一姑娘 我们本来就是要放你走的 况且这里有这么多人 你抓住我也走不掉 那我爹呢 我爹在哪里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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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出事了 啊 多怪我一直身居俭出 现在才知道 今天白天君 不 换了白女皇要奸斩你爹 什么 我早该想到的 风天忆一直是 面冷心热 心思缜密 她这么做 一定是不想让你知道危险 所以不让你知道真相 糟了 都怪我这猪脑子 我恨风天忆关你抓你 便在给她的流光飞环上 做了手脚 谁曾想她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爹呀 那还等什么呀 快走吧 等等等等 我怀疑白女皇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引你出来 你现在回去不是自投罗网 更辜负了风天忆的一番苦心吗 事已至此 你拦不住我的 我不相信天君哥哥会害我爹 更不能让风天忆为我涉险 我自己的爹 我要自己救 好 凌姐姐 我陪你去 嗯 方爷爷 方爷爷 给我出来 寿主 一切都是我的错 女皇陛下早就怀疑 您另有打算 她以白月军团 所有人的性命威胁我 我不得不从 她人呢 已经让一千机去法场 好 主上 到现在还没看到白亭军的案后 她不会是反悔了吧 怎么可能 为了那个臭丫头 白亭军甘愿死杀千百次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主上 这怎么用啊 你还真 不过了 冲进去 冲进去 好 坏了 主上 我们上当了 累吧 爹 爹 爹 你怎么了爹 阴宝父 爹 你怎么了爹 我把你的父亲请来了 你不就想让我当太子妃吗 这有何难 廷军哥哥呢 快带他出来和我行礼 你们俩的日子长着呢 不急着一时半刻 是不是因为廷军哥哥不想娶 你也没办法强逼他来 也罢 谁让我一心恋着廷军哥哥 我答应你又何妨呢 你快放开我 爹 别着急啊 里程之后 我自然会放 典礼官 集时已到 加冕仪式开始 凌姐姐 你我死也不要 你不想安靠你 你不能死 受伤人 你不忍受 我不能干吗 快点 我 你不忍受 你不忍受 开心 我 你不忍受 你不忍受 不忍受 你不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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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女皇 陛下 都别过来 你前妻此刻正在罚程 送饭给谁 糟了 定君 定君 放了我爹 放他走 让他走 爹 你快走啊 文贞 快带我爹走 快点 你快走啊 凌姐姐 那你要小心啊 走 走 爹 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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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 带他来坐下 爹 对不起 是我自己要来的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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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皇 放过铃儿吧 我果然没看错 以为这样就能逃得了吗 太天真了 那是我最忠诚的死士 他一旦沾上一封铃 差势也浪费 铃儿 快松手 他不是你爹 你干什么 爹 爹 爹 你醒醒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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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追 是 保护好灵姐姐 快走 快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廷俊哥哥呢 还有时间 古他先古皇你自己 不行 我要去找我爹 回来 不许去 你爹已经死了 你要是也想死的话 我不拦着 但是你不能连累我 走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抱住我 你还愣着干什么 抱住我 玉环镇 我们两个的命 就交在你手里了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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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风天忆 你什么时候受伤的呀 风天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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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再说一次 已经找过了 没有发现他二人的尸体 那就继续找 传令下去 封锁城门 直到找到义伏林为止 是 陛下 还有一事 说 门外有一位西方术士 金先生求见 说他有换脸之法 此话当真 陛下放心 已经找人试过了 让他进来 尊敬的女皇陛下 小人听说您重金寻求换脸之法 所以特意不远千里跋涉而来 为您献上这一颗黑陀螺 陛下 陛下 这颗黑陀螺 是我师父用毕生心血研制而成 普天之下只有这一颗 他的功效比起修罗丹 有过之而无不齐 这么贵重的药 你献于本皇 你想得到什么 但凭陛下做主 这枚戒指如何 谢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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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人只有死了 才能永远地闭上嘴巴 修罗丹这三个字 我不想从第三个人嘴里听到 疼吗 姬叔 你也有今天 你可知道 你今天的痛苦 不及我当年的万分之一 你笑什么 我笑 我笑你这么疯狂 我庆幸我的灵儿成功 从你的魔掌中逃脱 真是谢天谢地呀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他很下苦 他爱你 我 我 他爱你 我upl apart 他爱你 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